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李扬 是一名金湖琴师 现在在国家经济院工作 我是七岁开始正式拉琴 到今年正好是三十年 从小受家庭的影响 父亲本身就是一个金湖琴师 母亲是一个金剧的票友 我姥爷从小也唱金剧 我姥爷一家都特别喜欢 从小就是在金剧的氛围里面长大的 小时候学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是金剧的氛围还挺浓的 到我大学毕业之前那些年 整是传统文化比较低落的一个时期 因为正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外来文化也比较多 所以那个就是感觉那个年代身边 学这种金剧的人 其实不是这么多 就是跟同龄的人共同语言 其实很少 小时候那些伙伴什么的 对这些东西都不是很了解 而且那会儿都是喜欢流行音乐 舞球 全是这些东西 所以很少有人跟我玩到一块 小的时候绝对是父亲的坚持 我觉得要是靠我自己的话 肯定坚持不下来 因为他本身就是金湖的一个教师 而且他是专门做这种基础教学的 就是来北京学习之前 在天津的这些年 基本上都是在父亲身边 然后平时你想他就在身边 每天就嘟促我练琴 天天就这些 所以就是我感觉小的时候 就是我个人是特别封闭的 比如小时候我父亲 从来不让我听什么摇滚乐这种东西 他不让我听 而且小时候那些体育运动啊 像什么足球篮球啊 他也不让我玩 他就怕把我的这个受伤啊 或者怎么样 影响我练琴 但是到我孩子这个时候 我就一方面就是尽量让他长更多的见识 然后让他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他现在学的是京剧的老生嘛 等于就是演员 本身可能我从事这个行业 然后我就是他从小 我觉得他是有这方面天赋的 但是演员他还不是那么保险 因为演员他毕竟要有一个变声期嘛 但是就是说从他小时候 就是对京剧的这种感觉来讲 我觉得他是有一定天赋 所以我才让他去学 我自己每天就特别喜欢玩的一个东西吧 就是就是每一代的这些名情 是我会我会每天的去临摹 我想去重新的去体会一下 这个每一代这些大家们 他们的这个拉琴的这个风格呀 还有他们的特点呀 反正这是我现在做的比较多的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这是 Jinghu 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 我希望我能够 share my performing experience with all music lovers across the globe 我看待你的 feedback 是什么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